有一種有所謂修行 怎麼轉化身心的關係 我們大概不用想大概知道 百分之八九十一定離不開 一定是跟宗教的實踐有關 事實上也就是跟宗教的實踐有關 而這種宗教的實踐在整個 中國文明的大全體下 又跟我們的整個家族倫理 宗族倫理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所以說到就是 我的結論就講 你怎麼跟一個仙人的黃昏 你怎麼樣子跟他溝通 怎麼樣子跟他打架鬥 這就構成了先秦時期 孔子之前 古教功夫論一個很重要的詛咒 而這樣的一種功夫論 雖然在後代已經慢慢的轉化 但是你還是可以追索那個轉化的痕跡 所以我現在所要做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工作 為什麼這種事情可以來談呢 就是在簡單地說 如果我們把今天所要講的那個主著呢 就是在孔子之前的那種功夫論 跟宋代的功夫論呢 你只要做一個對照文化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 就在宋代以後 宋靈以後呢 他的功夫論 他不注重人的什麼魂魄靈魂 你個體的靈魂 他注重的是一個珍藏性 是你的心體、性體 由心體、性體同向於太極 所以他重視的是一種普遍性的 這樣的一種心靈 那這種重視當然有它的意義 那可是呢 在孔子之前 像這一種絕對唯心 一種什麼心體、性體這樣的概念呢 我想基本上是非常薄弱 所以當時他們所最重視的 最重要的 跟心靈、意識有關的概念 是靈魂的概念 以前的就叫魂魄的概念 魂魄在之前 就是叫有言有意思、演義的概念 不管演義、魂魄 基本上都是一個靈魂的概念 所以怎麼樣經營靈魂的問題 就變成他功夫論的一個主著 那這靈魂的問題呢 你說他是純粹的 只是個人的問題嗎 也不對 很明顯的 他是跟他的整個家族有關 難道只是整個一個家族的問題嗎 沒有跟普遍性嗎 也不對 我們都知道後來發展到中庸 尤其到宋代以後 那只要一個人的友德 他的影響力很大 他的功德很大 那麼他的感應 就不只是跟著他的後世的子孫 而是跟著任何 你只要是有器、有實踐 跟他有感應 也就會產生一種感應的關係 所以這種靈魂的 也不只是 也不只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只要先確定 只要是確定是 先秦時期 孔子之前的 那種功夫是以 靈魂、魂魄 為主著的話 那麼 我們就要追受 這樣的一種靈魂的概念 魂魄的概念 他是在一個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文化的概念 那簡單的說 我認為就是在烏教 我們現在講的烏 烏教、烏習 那烏教更進一步的確定 最後我們就接受 張光子的說法 是啊 不只他這樣說 基本上就是撒凡教 那撒凡教就是 假如撒是跟烏教 基本上就是烏教的 烏教就是撒凡教的一個類型 那撒凡教的最大特色是什麼呢 撒凡教的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人的魂魄是可以離開 離開你的身體 就意思是我們的身體 外還有一個魂魄 那魂魄在死的時候 會離開你的身體 在活的時候也會離開你的身體 所以這個魂魄跟你的身體之間的關係 這就構成了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功夫的一個詛咒 那尤其是跟 先人的魂魄 就是現在 那 你看 先行時期的五帝的一個記載 你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就是 像從皇帝啊 專西啊 他們這些都會會想 會想有的人就是 有的人是 有的人是陳哲龍 或者陳哲鳳 那 那當時有以民國 就是 他就生的就是 就是有乙毛 像乙毛 乙人 乙人啊 有乙毛的這種人呢 你可以在從先秦 一直到漢代的圖案 他們的花像是花像磚 銅箭 是不斷的在出現 也就是 為什麼在一個遙遠的一個時代 揮響這樣的主題呢 不斷地出現 你去讀三海經 假如你說 其實三海經 你讀三海經 你覺得太 這種太粗糙的話 那麼你去讀 我叫你去讀 黎梢 你去讀黎梢 你看我們的曲眼 我們這個 中國最偉大的一個詩人 你看他的 在黎梢的下半段 整整的下半段 你看他描述什麼情況 完全是描述了 他進入了一種 一種粗神隱由 他到昆仁山去 他乘著龍 乘著什麼 那 像這種記載 曲眼 黎梢裡面所細書的 可以確定 絕對不只是 個人的一個想像 你威脅家都是會想像的 恰恰他不是一個想像 他這裡很明顯的 他這種創作 背後是有他的一個 一個文化貝主的系統 那文化貝主 我想就是來自於 一個誤教的總統 那就是 人會揮 那 這裡的一個最 大家都知道 這個人哪說不會揮 人哪說不會揮 人哪說不會揮 根據我們的 左傳國語 的一個記載 傳說是在專西紀時代 這裡就是 中國神話史上一個 非常有名的事件 叫所謂絕地天通 聽說楚昭王有一次問 當時楚國的一個大臣 叫官吏夫 他說 我們讀經書島是看到 人不斷的可以上天 天也不斷的可以下來 你去讀 你讀詩經 詩經 詩經你就會很習慣 第一位文王上帝 會跟文王偷偷講話 為什麼文王可以聽到上帝的話 我們現在好像從來沒有人可以聽得到 他可以聽到 文王之降在地左右 文王怎麼可以傳到上帝那邊去 死的時候當然可以傳到上帝那邊去 否則時候我們也可以看到有記載也可以去 就是為什麼在那麼早的時代 公定人所受的席天之書 天理人朝有矣夕夕 他跟人早上都可以講話 晚上也可以講話 而人 你要升天 早上也可以升天 晚上也可以升天 為什麼 忽然有一天 就不見了 聽說一個專西 他發現到天人太溝通 太自由了 所以聽說他就用一個蟲 一個蟲一個蟻 把天地把它化分開來 隔開來的以後 從此人再不能上天 天臉不會下來了 這就是有名的一個 絕地天通的故事 那絕地天通事實上 就是中國的四類的故事 這麼重要 那麼這個絕地天通的故事 我就說 人告別了天通 誰就告別了天神 弟子 人鬼山歸 這樣的一個事件 那 你 這基本上是一個理性化的過程 所以從 傳說從絕地天通了以後 就再也連再也不能 溝通 唯一的一個例外 就是你跟祖先的關係 你怎麼樣子 你怎麼在聯繫 你怎麼處理跟祖先人 跟你的先人之間死亡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出現了 人你就不能再上去 但是 中國的 抒情文化 我們都知道 你去讀那個 讀 李梢 我覺得 你談到 我們現在談抒情文學 基本上都把情文 談得太爛了 而且太淺 太簡單了 你看 你看那個屈原 講抒情 他講到 他連做夢的時候 你看屈原 他連做夢的時候 都在想念他的楚國 想念他的百姓 當他聯繫出竅的時候 他聯繫脫離了他身體 到昆仁山去省油 李梢的最後一段 最後一段 大家記得不記得 他講什麼東西 李梢的假設說 七言當時最快樂的時候 升到天空 從昆仁山 升到最高空的時候 從高空裡面 望到地下的他的影都 國都 他的仆人 他的馬車 他們那些馬 看到他們的故鄉 全部攤在天空中 再也不走路 然後七言 就是苦情團 再也不走路 就看到他孤獨 這是李梢的結尾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意思就是 中國的那個情的深度 是遠遠超過 弗洛伊德所說的那個 古意識 潛意識 被扭曲的意思 就情 他有直透到優點那種力量 這是中國一個很重要的 精神的一個傳統 那麼這個傳統呢 你把它拉到最早期的文化裡面 就出現了 那麼 你對先人的那種情感 祖先的那種情感 他真的死了就死了嗎 絕地天空了以後 那種斷序 你怎麼能夠忍受那種斷序 不能再接續 或者你把它視為當然 所以這裡面就牽涉到 這一個情 他到底他的力量有多大 這個情感的一個存有論的基礎 就會出現 好 那麼我這裡就談到 為什麼這個 談到這麼嚴呢 那你就談到一個魯家的起源 魯家的起源 在民國初年 從張太元 胡適 都有人在討論 所以討論胡適的這個收盧 我覺得其實胡適的文章 我其實不一定贊成 但是我覺得這個收盧 是他 我認為啦 是台幣之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事實上胡適對這篇文章 也非常的重視 那我覺得他對孔子 的那個理解 我認為相當的了不起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在這邊收盧裡面呢 他就提到說這個魯呢 是跟執行禮儀的 執行禮儀 禮身 就是禮身 基本上就是魯的一個源頭 那尤其什麼禮身呢 大家不要訝異 其實主要是喪禮 那這種說法 不是這種說法 我認為是對的 因為你當你在禮記裡面 看得到 包括同志自己 都執行過喪禮 那執行喪禮 在我們現在當然 不會是多高尚的一種學問 可是在那個時代 在春秋時期裡面 那個時期裡面 你怎麼把喪禮 執行好 執行完畢 這個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種工作 正是因為這樣 是很重要的工作 大部分是由魯身裡面所懂斷 所以後來才會引起 某一些人 像莫家那些人的一種忌妒 才會有那種批評的語言 好 那麼你只要執行禮儀的話 我們知道所有的禮儀 一個神聖的禮儀 基本上 這都是一個非常莊園 樹木的事情 任何的禮儀 在早期的禮儀裡面 大概都要經過一個災戒的過程 那災戒的過程 所有的災戒 大概毫無例外 基本上都要對你的身體 對你的心靈 對你的空間 對你的空間 的一種精靈 什麼叫做對你的身體呢 後來莫子曾經說過 他說有個新災戒 他說有個災戒的人 是不如婚不喝酒 就不吃婚的 不喝酒 所以表示在戰國時期 還是這樣 還是有這種災戒 那不喝酒 就是透過飲食習慣的改變 那透過衣服的改變 你要穿什麼衣服 空間的改變 你不可以隨便進去 要在內 要在外 還有最主要的 心靈的態度要改變 就是在災戒的時候 尤其在喪禮的時候 整個原始古教的傳統 就是說 在那一段時間 你要排除 災戒的就是棋業 跟棋口的棋 要依 要什麼依呢 就是你要排除一切的雜念 你要把所有的精神 集中在 你跟先人之間的這種關係 要 散災七日 要自災三日 要經過這樣的一個密集的過程 在經過一個密集的過程的時候 以後 你會產生一種意識的一種變形轉型 你會 這就是我們這個題目所出現的 你會仿佛與神明交 你就是在那一種仿佛的狀態底下 你跟神明重新接上的關係 你跟你的父母就在這一種狀態底下 你覺得死亡不再死亡 而那種斷裂就連接上 簡單的說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種情況 這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在孔子之前 或者更早講 應該是說周公之前 這種仿佛與神明交 的 這種公務 它可以成為一種公務的 我們現在通常會認為 我們 即使你接受進化論的觀點 你大概也不會認為說 進入了文明以後 你的主題會有什麼改變 那其實不一定 在周公之前你可以這麼說 佑的理解 就是人的身體跟靈魂之間的那種連結性 跟我們後面不一樣 在它之前那種很容易透過 所以靈魂出去 或者是神明降到你的身上 這樣的一種能力 這樣的機會 就大很多 那從周公之禮 周衛到孔子 你可以說它這樣子 整個過程基本上是個理性化的過程 理性化的過程 也就是你的整個主體慢慢的 它跟你的整個個體 身體裡面是連結在一起 也使得魂魄這種東西 它要隨便跑出去就比較不容易 相反的 在它之前就比較不容易 那這個是說 其實在周朝 雖然周公之禮周衛 但是在周公之禮周衛以後 你還可以看得到 事實上整個屋的文化 在朝廷裡面